谢谢副总 各位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早安 那我接下来是针对我们109年 所做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成果 尤其是这个微型的冲刷装的一个试验 其实也是利用一个IoT的一个方法 来截取这个整个冲刷 跟我们整个合床的一个运动的一个 研究一个成果 那其实这个工作其实也进行了几年的一个时间 那其实我们的观测设备 随着我们的技术一直在演进 那我们也尝试着改变我们的侦测的一个设施 那感谢局里面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利用IoT跟我们传统的水保之间的一个整合 来做这个讨论 那陈如副总这边所提的 因为过去顾床工的相关的一个工作的研究 那我包含我们水土保持技术的手册 包含我们的技术规范等等的都有相关的一个内容 那所以为了这个东西 我们也针对过去的一些资料 我们进行了一些搜查 那当然过去我本身的论文的部分也有做过 相关的顾床工的一个试验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研究所或者是后来在外面 出来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有探讨到 发现到说我们从现场的一个调查 发现很多的顾床工的一个设计 跟我们现场实际冲刷的结果 不管是经历了台风或者是一些 常识的这种降雨的结果所产生的问题 我们去做一个调查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把过去这些冲淤的一个过程 要怎么去了解 那做一点点回顾 那我们把这些的一个公式跟原理的部分 在这边做一个说明 那最后也依据我们所做的这个成果呢 去做一点分享 那这个分享的结果其实也做了 我们这整个的一个回归的部分 去做个探讨说 这个关系到不管是顾床工的一个间距 不管是河床的立境 或者是水里的问题 他们彼此之间关系是什么 我们去建立他的一个讨论 所以接下来我就做这个整个的一个说明 那其实我们在过去观察 这些横向的工程设施的时候 其实目的就是要 把我们的床面的一个坡度 以及泥沙去做顾好的一个工作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些断面的一个影响的范围 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到说 很多地方都会有所谓的局部 冲刷的一个现象 那会做横向设施 其实就是要防止冲刷 但是我们不能做得太过头 而导致了他的一个自灾 当然也不能做太少 而导致了其实没有达到当初的预期功效 所以系列单一的固床工在设计的时候 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是反而变成在系列的固床工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要讨论到他的兼具 跟考虑他的现场的力竞条件 跟坡度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经验学问 所以我们也借这个冲刷的一个部分 来了解他的一个整体的需求 那当然最重要还是上游的一个来水来沙量的一个部分 其实也是一个关键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可能要去探讨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从过去的一些文献的回顾 我们可以看得到 如左边的这个市值 在有无故床工的条件下 其实我们发现到床面在初始的一个核床 跟有故床工的条件下 其实核床的一个高层 一个所谓的深谷线的一个部分 其实变化其实是很大的 那我们从这里面有实测值跟计算值的部分 包含了过去的持股号的公式 他利用了兼具的跟坡度的之间 他设计了一个 历境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内的一个条件下 他有他的一个坡度值跟他的兼具值 那黄振达呢 我们国内黄振达学者 也利用了我们的特征历境 我们的跌水的高度 跟我们的坡度之间 也建立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联式 我们优藩及优老师呢 也是建立了相关的一个公式 建议说 我们的固厂工的间距要设定是多少 所以其实这个条件会影响的关键呢 我觉得是在包含的历境的主场 扁平率等等 这些都是影响 所以当然刘老师 他们都是利用了一个特征历境D9 D65的一个方法 下去去做一个讨论 那当然我们刘思昌 刘委员呢 他也是也曾经也做过 这种河床历境的大小 尤其是他的历境偏大的时候 我们呢可以利用个坡度跟那个 之间的一个关联系 历境小的比较细颗粒的 他也有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关联式 所以当然这个就变成 大历境跟小历境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这个也当时在尤老师在1996年的时候 也有提出类似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明 但是当然了 这个关心到的是我们所谓的冲刷坑的问题 因为冲刷坑关心到时候 如果我们冲的过头了 那是不是我们的基础会产生的 所谓的不规则的呈现 或者是我们的混泥土非常好 那悬空在那边 那从过去的非常多 不管是在分局的调查 或者是林务单位的调查 我们都有发现到很多的类似这样的情形 那是不是设计的问题呢 还是是说我们欠缺了什么样的一个考量 那我们连慧邦梁老师呢 曾经在2001年的时候 利用取消试验的一个方法 建立了我们的河床的宽度 我们的河床的坡度 跟我们之间的一个跌损高层的一个部分 建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关联室 那当然这个是去 透过取潮试验的一个部分来做 我们花联分局的王志豪王科长 在学生时期也有做过相关的一个工作 那他也是利用高度跟力竞之间的一个关联线 所建构的一个落差的高层 跟我们的间距的一个关联室 当然这个地方 王科长他们是以花联 这个条件 中央山脉的条件 跟我们的海洋山脉的这种不同的一个条件 所建置的一个结果下去去比对 利用老师是用取潮试验的方法下去去做 所以我们间接的发现到说 其实这些都跟我们的河床坡度 等等的都是有相关的一个关联性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就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一个稳定性来讲 那就很重要了 那我们怎么去定义说 我们的基础要到底要设多深 这样子才不会导致我们的上跟下之间 产生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值 而产生了一个所谓的结构破坏 这当然对我们局里面来讲 这些雇床工啊 这些都是财产 虽然说归属于我们结案之后 大部分都是归属于县市政府 他们去列管 但是修复的部分 补偿部分还是很多的工作 还是有请求中央的部分去帮忙 下去去做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性来做 但是冲刷跟淤积这个这整块呢 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来看一下 那利用这种科技的一个技术 那Bitcom呢 这是一个我们认为 它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设施 那过去Bitcom的一个特性呢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传输 而且又是一个低耗工的一个部分 IoT的一个设施 那过去呢 很多学者在2015年的时候左右 他们就开始利用这些的一个部分了 比如台北科技大学的部分 他们利用校使馆的方法来跟学者互动 告诉你说 当我们手机或者读取器在附近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或者是这个资讯是什么 那你就相对会怕很多文字 或者是资讯的等等的 那当然呢 那还有学者还有几个学者呢 他们也利用这种互动式的一个方法呢 把这些资料呢 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传输的一个部分 像一大世界的一个公园院的部分呢 他们有合作 那也利用这种导览的APP的部分来做 那2018的时候也是利用Bitcom的一个方法 利用搭载的一个传感器的一个部分 把这些的一个资料 做这个所谓的室内环境的一个硬件平台等等的 那这些平台的部分 其实目的就是要把所谓我们要告知的讯息传达 所以告诉我们说 第一个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东西 第二个它可以用在各种转眼 而且它是利用一个蓝牙的一个技术 那当然呢 我们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部分 怎么去用到重刷呢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 那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 我们所调查的一个基地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这个基地呢 本来选择的一个部分呢 有分为三个地区 一个最北边的是苗栗的南港西的一个部分 这些都是我们水保局 自己本身有施作过的一些固床工 而且是系列的固床工的一个条件 那我们利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去做一个调查 那我们当然也是了解到说 河虫的坡度 我们也了解断面的大小等等的 然后最北边的是南港西 最中间是苑里西 集水区的一个部分 然后最南边是草无西 那基本上还是以我们中部台中分局的 所施作的一个工程呢 下去去做调查 那积水区的大小很重要 以及它积水区的特性也很重要 那我们这是用一个积水区的一个框架 一个范围的一个部分 如上面所示 包含积水区的面积 最低高层 然后坡度 然后坡向的一个部分 来跟大家讲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去现场呢 去挖掘它的民坑 能了解到说它河虫的一个代表力尽的大小是多少的 那以这个现场这个院里的这个点呢 那低50呢 大概是在1mm的一个部分 算是比较细的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点呢 则是以苗栗南港的这个部分呢 来说明 那积水区的周边呢 可以看得到它上游 有比较像是一个高尔夫球场的一个部分 那周边也有野溪河道 那当然沿线都有居民的部分 那这个坡度相对的 积水区的坡度会比较缓一点点 但是重点是它上游的一个部分呢 属于头科山城 也就是历史相对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降雨量的部分 大概都差不多大概2000 那代表力尽就相对就比较大一点 就在12mm左右 那这表示说我们需要冲 启动的一个流速呢 相对是要大一点点才能产生 比较明显的一个冲刷 那第三个呢 其实是接近我们台中的 这个草狐溪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地方的上游呢 它是比较属于我们那种比较细颗粒的 濁蓝层的那个部分 那当然它的平均力径就跟我们第一个苗栗的 非常接近 它是属于比较小的 大概1mm左右 也是1.75mm代表力尽的一个部分 D50的一个代表力尽大概是23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里面除了细颗粒以外 它还是有夹夹一些粗颗粒的历史 细跟粗都夹 所以我们利用三种不同的一个环境 我们下去去做 那除了这个现场的调查以外 当然我们先要跟各位了解说 我们的冲刷装到底是什么 因为过去量测的冲刷的一个部分呢 有很多种有冲刷池 有用那个电阻式的 我们也曾经尝试过 但是我们这次是利用一个 水利鼠的一个概念 水利鼠是利用冲刷砖的一个方法 但是这些砖呢 在冲刷之后 它其实没有办法很急舍 我们一定要必须透过现场的挖掘 知道说我们原来被冲走了10颗 20颗砖头的一个部分 那但是我们现在是利用 IoT科技的方法下去去做 那我们是利用一个右上角 这种混凝土的一个 跟着我们的PVC管的一个部分的结合 那各位看得到 为什么要灌混凝土呢 其实是要让它的重量 有可以沉的下去 第二个是我们用公根母的一个方法呢 下去去串联起来 把它变成 可以变成好几层的一个方法 那可以把它做一个组合 第二个呢 我们是把这个空间里面 也就是各位看到的中间的空间 我们塞了这个BECOM 那这个BECOM呢 基本上是一个很便宜的无线发射测试 那这里面也有含电池 那这个电池一颗也大概都可以 就是我们五金行常买到的那种小金的水银电池等等 一颗可以让你发射大概快两年的一个时间了 那他就告诉你说 这个编号ID 像我们这边上面就写个编号 那就是这颗ID的一个编号 那每一个BECOM呢 都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就会组成这样 像右下角四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串联起来的一个状 那我们每一个大概就是10公分左右 然后这样叠合起来 那就其实意思就跟我们以前的水利署 所利用的串联 那个串装一样 但是他以前是用砖头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呢则是用这种高科技的一个设备 下去去做 那这个IoT的一个设备呢 怎么应用他的原理呢 其实我们就是利用这种合川的旁边 我们是一个感测器 如右上角所示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利用 当水流产生冲刷的时候 我们会让这个BECOM呢 他就浮起来 那浮遇到水的时候他就浮 那我们也测试过不同的从107年左右 我们开始不断尝试看什么样东西 可以让他浮的起来 利用不同的方法下去去做 那从过去这种罐子的 过去用 那有的要克服福利的问题 又要克服本身他的 要埋在河床里面 让他很稳定的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都要去做 第二个 你要考虑到这个当地的水流的大小 是不是可以冲的动 尤其在遇到小降雨的时候 还是是大降雨他才能够产生 所以我们利用这样子的方法去组合起来 那冲刷刚刚讲的高度是大概是10公分 那最当河床冲刷10公分的时候 他的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他就这一个怎么就浮起来 浮到水面 浮到水面的时候 会被我们的无线电的感测器 侦测得到 那侦测到的一个原理 当然浮起来的位置 不一定是在我们的附近 所以我们有考虑到 Become他可能服务的范围 那基本上是在上下的50到100公尺内 我们都还是可以读得到 所以我们也尝试着不同的方法 就发现说 他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取到相关的一个设施 读到他的一个ID 所以当我ID1浮起来 我们知道原来冲了10公分 ID2就表示冲了20公分 那利用这样的方法下去去做 的确这个会有一个问题是 当泥沙会不会有产生回浴的时候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当然我们还是以现场 知道说有读到哪几个值 然后有看到他的回浴的量 然后下去去看 冲跟浴之间的一个关联性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也是克服了 几个上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针对整个水深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当然旁边是利用一个压力士 很简便的压力士的水位机 然后搭配着我们的传输的设备呢 下去做一个传递 然后顺便去做一个记录 那了解到说 这个里面的一个水的情形 那这种压力士水位机 就跟我们现在在用大规模工 他的监测地下水位的设施是很接近 但是前提就是那个水呢 要能够碰得到 所以当然我们在选择 安装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是很重要的 知道说水位是多少 那跟冲刷庄 那基本上我们选的地点呢 一定是在冲刷庄的旁边 所以顺便可以知道说 当时的水位是多少 然后降雨的情形是透过周边的雨量资料 来收集 然后当然还有就是我们本身的冲刷庄的一个部分的 所在位置等等的下去去做他的量测 那所以我们现场怎么去做呢 我们就把这个三个计划区呢 设置了顾庄工的位置 我们挑选好之后呢 下去去看 那各位我们在工作的里面呢 我们其实搭配着UAV 因为UAV的目的是我们要再看说 在设置前设置中设置后 那设置后就是说 如果有遇到降雨情形它会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那当然我们其实用UAV的方法 就是顺便去量测整个大范围面积 它的一个冲淤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UAV的一个部分的精度的部分 因为飞得很低 所以可得到的一个精度的数据也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发现到说 这个这个间距啊 在设计的时候 这个点大概以南港西这个点来讲 它的间距大概是在2.7公尺的地方 是我们设置 那个那个它的一个状况 那水流是从我们的照片的右边 往左边的流 那这个冲刷庄的 那个部分啊 是在那个那个庄下游的一个14.9公尺的 一个固床工的一个位置 我们下去去做 那主要了解到说 它的那种局部强冲刷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情形 是怎么样子 那当然还是要确认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有水了 所以才能够去做它的一个了解 那当然我们从冲刷庄与济油的一个 西床的最底部啊 大概也有一个40到45公分左右的一个配置 那我们也算至10颗啊 就是一公尺的一个部分 那为什么设置工程是因为 我们当初在旁边的户案的时候 有考虑到说 它当初的户案的深度大概是多少 那来顺便去观察说哎这样子的 不管是一个暴雨事件 是不是会比我们原本的设计的富汗等等的 还要冲的来到大 当然是要避免的 因为如果掏空裸露 那接下来工程就要去做改善 那我们可以从一个顶视图来看哦 水流从左移到右 然后中间是固床工 那间距是17.6公尺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哎 这个旁边有个监测站 监测站其实目的就是要量 我们冲刷庄所浮出来的这个 Bitcom的一个部分啊 这种蓝牙的一个设施 那来看它的一个数据 那这是右边的一个垂直图 那40到45公分是它的核床的一个 那个既有的核床跟它旁边的 那个有点像是富士断面的一个部分 的一个厚度的一个部分 那来看一下它的情景 那我们观察呢 发现在6月1号的时候 开始做 然后一直到10月31号 那当然过程当中就看 有哪几场的一个降雨 其中8月16的时候 我们冲出了第一个庄来 那冲刷的深度大概是10公分 那这个也是利用现场的一个 所观察的 那第二次冲 那当然 那此时固床工跟上下的一个水深 那部分大概是74.2公分左右 那当然这个我们也要去观察到 旁边的主体图的部分 降雨的事件 如上面所示的这个箭头 8月16 16.26分的时候的发生的情形 那跟它的一个第二次的时候 则是大概是在18.30分傍晚的时候 也冲出了大概10公分 那这个雨 如果你去看主体图的话 其实它的大小不是很大 大概就是20mm的一个降雨 这种降雨其实在各个地方 其实是很常见的 冲刷个十几20公分 其实是很正常的 那但是水深的部分 大概也有达到 大概我们膝盖的大小 60-70公分 那这个东西也变成是我们后续 在看的时候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我们要佐证了一下 到底我们下游的一个变动的情形是如何 那这个是很重要 尤其是顾床工的断面的部分 我们下去去做两侧 那当然这是用UAV下去去做的一个结果 那第一次降雨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的冲刷特殊深度 大概是3公分左右 第二次呢 冲淤深度有达10公分 但是我们并没有 土砂的一个回淤 所以冲淤的一个深度 达到是50公分左右 所以各位你会看到是说 这个冲刷深度跟回淤的一个泥沙 以及这个部分 其实是有关联系 当你冲起来的时候 那后面如果还有来水来沙 当然他就会去帮你去做一个补充 所以你可以知道 整个一个洪水历程里面 它是不断的冲跟淤的一个反复的交互作用 那第二处的一个部分则是院里 那这个石头溪的樱花桥下游的一个部分 当然附近当初也是为了 这个整个故床的一个改善的情形 那这个红色的点呢 则是我们那个设置的一个冲刷 冲淤庄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底部的一个 跟那个距离大概是在25到28 也就是旁边还有一个富士的一个断面的部分 那我们冲淤庄下游 大概是58.7公尺的一个部分 这是距离顾床工的一个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 这是整体的一个配置 那其实中间的间距大概 因为这么长的部分 它其实有配置很多顾床工 所以大概你可以看到上一个 大概是17公尺 这边是15公尺多 但是当然这个也跟 我们自己所设的河道宽度 其实是也有关系的 那各位看到 但是这个监测站 因为考量到环境的因素 我们设在第二支的固床工的一个位置 所以当然我们会去注意到说 这个浮起来的这个BECOM 是不是有流到第二个固床工 跟第三个固床工之间 这样才会被我们堵得到 这是我们配置的一个情形 那同样的我们也发现到 这个地区 大概是在7月17号的下午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属于 午后的雷震雨的一个部分 那可以看到这个镜头虽然是很小 跟周边的一个情形 那但是它可能跟汇集的周边的一个 野系的一个水位的部分 所以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水深的部分大概是在50-60公分左右 那最深的部分是大概57.5公分左右 那这个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 那冲刷的结果是什么 大概是在20公分 也就是大概两个冲刷中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也同样的 也利用这个事件的一个部分 来了解到说它的一个断面的一个情形 如上面所示 那黄色是事件一的一个断面 然后这个事件前的一个断面 如上面所示 那这个也就是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横距的一个部分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了 因为毕竟这个是我们局里面 大部分做的河道会相对会快一点 所以这种小型的河川 小型的降雨所产生的河流 你会发现到如上面一样 它会局部的一些区域 它并不是整个区域面 都有产生冲刷 那当然这个可能就是在设计上面 也是可能是要注意说怎么控制流行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我们从这里面呢 第三区呢 则是回到我们台中市这个附近 这北坑桥 北坑西的民生桥这个部分 那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它的一个 顾床宫的间距跟我们的一个 冲刷的结果 如上面所示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它是这边比较 密集性的设计的一个顾床宫 那这个顾床宫距离的大概只有9.2公尺 所以刚刚你看第一个是17公尺 第二个是15公尺 那这个间距是9公尺 那当然跟我们的河道宽度 当然也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去把上面的所有的 BECOM的一个部分呢 下去去看它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结果 那当然我们放置的位置 大部分都是在第一个顾床宫 跌水之后的一个 产生强冲刷的一个位置的一个部分 那同样的我们也是观察到说 在8月3号的傍晚的时间呢 也是一个发生了一个 午后的一个降雨的事件 那这个峰值的部分相对是 比较大一点点 大概在20几mm的一个降雨 那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水位的一个变化 但是这个水位变化 大概是在坐落在70到80公分 表示说这边平时就有 寻常水位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时候水深大概是78.2公分左右 那我们看到这个河床的一个剖面 设计前设计后 那我就是事件前事件后的一个部分 那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那个冲刷的一个部分 大概如上面所示的 大概只有40公分左右 那这是他们的一个结果 那从过去的这几个案例里面 我们观察的一个结果 跟降雨跟泥沙 还有西床的坡度等等的一个关联系 那当然这个也有考虑我们 本身的这整个的一个配置的一个结果 我们利用一个anova的一个理论 下去去分析说 不管它是它的变异是怎么样 那过去我们参考了 尤老师的经验公司 黄伟员的黄志大 黄学者的 还有刘伟员 还有技术手册等等的 可以发现到他们变异其实不是只有一个 包含的故床中的坡度 包含力竞 包含各种项目的一个部分 所以分析方法的部分 包含单因子的二因子的或多因子的 我们怎么去利用一些 基本上的一些统计的工具 然后考量到它整个之间的一个差异性 来去做 它的一个所谓的变异性的一个分析 那这个是我们在里面所做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就把它分为好几个组别 那有6个组别 考量的是包含水深的条件 然后我们考量到是 跟力竞的关联性 坡度的关联性 故床工的间距的部分 那最基本这几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手册上面 所规范的这几个的条件 那当然我们还有把力竞跟着其他的条件 比方力竞跟坡度 力竞跟我们故床工间距 以及西床的坡度 其实就是这个三个参数之间的一个组合的部分 但是我们还是组合成两个 二因子的一个变异的方法 下去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那从这里面呢 我们去发现到说这个组别里面 其中呢组别三的一个部分呢 它的R2值是相对的是 比较漂亮的 而且它的F值的检定也是相对的高的 那T检定的一个部分呢也是不错 所以它的冲刷公司的部分 我们发现到说 大概是跟这个Y跟L的之间的一个关联性 也就是刚才所说的第三组 也就是水深的条件 跟故床工的间距的条件 彼此之间去做一个讨论 那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用这样子的一个接近的值 然后来去找出一个 那个不断的一个 Try and Arrow的一个方式 下去去做 然后找出它的关联性 这个方法是还不错的 那透过这样子的方法 我们去整个去检讨 三个计划区 它的一个不同的一个事件 包含事件一事件二的一个条件 经历它的结果 那当然大家很care 实际冲刷的 跟我们公司退估额之间的 是差异多少 那我们可以看到中间 这个红框的一个部分 发现到说在樱花桥的时候 它的冲刷深度 大概是在47公分 但是呢 我们用公司退估的话 大概结果是在47点多公分 所以这个结果是 有的偏大有的偏小 但是误差率呢 我们尽量是控制在1%左右 这个是它的组别三的一个部分 但其他的 它的组别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平均误差 有的达到7%以上 甚至呢组别式的部分 也达到49% 那这个表示 这些的公司的关联性 以及它的一个参数之间 不是那么好 我想这个是在做实验的人 常常在做的一些 分析的方法的跟手段 那利用这样子的方法 我们可以得到 它的百分比的一个最小的值 那来作为它的一个 我们这个后续要应用的一个部分 那分析结果说明 我们也利用上述的状况 发现到说 我们TS跟Y的部分 得到中间的势子 它跟我们的水深的一个条件 跟我们的故传工的间距等等的 来去做 那但是应该比较可惜的一点 当时我们刚好在109、110的时候 都是算是遇到干旱的时间 所以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冲刷 如果像去年什么0806豪雨 或者是原规台风 这种比较大的降雨事件的话 当然就会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数据的部分 所以当然我们这个在每一次玩的结束的时候 我们还是把它做一个复旧 然后比较可能的部分再做一个设定 然后当然大家可能会认为说 这有没有可能会产生的一些 所谓的一个监测垃圾 当然我们是尽量把所有的东西 把它找回来 那当然我们也会考虑到说 我们做出来结果的部分 跟我们其他的学者之间 过去以及我们局里面所产生的 过去的一些公式 有什么关联性 那你看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实际的冲刷的 比方说石头锡的 大平锡的跟北高锡的部分 实测的功是如上面所示 那我们利用 Gaudio的跟Lensi的 以及我们流市场流媒员的 跟水宝手册的一个部分 所定义出来的 那可以看得到说实际 大概20-30公分的一个冲刷 那他的一个 利用他们的公式的一个结果 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落差值 如上面所示 所以如果利用这样子的方法呢 其实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结论跟建议 因为毕竟过去很多学者 他利用不同的环境 我们这是利用中部的环境 那或许可能有在别的地方来做 那当然也有考虑到说 当时在挖掘的时候 那过去在做冲刷砖 在水利署的一个微型冲刷砖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都有考虑到说 你在挖掘这个一公尺埋涉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扰动了原本的具有的河床 那原本河床是不是具有 本来就已经有 或者是固床的作用 那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一个结果 我承认这当然是一定会的 但是我们在设置的时候 我们尽量的去做压密的一个动作 再怎么压密还是不会跟天然的一致 但是还是可以去从一些机制的 一个试验的部分 来去做他的一个结果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公式的推广 我们得到他的一个间距跟 水深的一个冲刷的一个深度 跟水深之间 这很重要就是当我 以后还有更大的一个水深事件 可以观察更多的情况下 或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经验公司 告诉我们说 在转弯处或者是在局部 强冲刷的一个区域的部分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所谓的消能 对我们来讲减少土砂的下移 尤其像以后下面还有水库 或者是重要保全对象 这是很重要 第二个我们利用这种冲刷砖的一个方法 这是一种科技的一个检测的一个部分 或许可以去提高我们一些 比较重点区域的一个部分的量测 那慢慢的可以了解到说 这个冲跟淤的一个变化 是怎么样子 那他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结果 那可以去做一些实测的一个比较 那所以这个是以上是我们在109年 所做过的工作 那其实这个工作呢 也在分局相关的伪办计划里面 我们也尝试的去做他的一个讨论了 所以后续当然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持续的发展这个部分的一个结果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个 简要的一个报告 谢谢 好 呃